作词 李宗盛 你说过的梦啊 它还在颠落 年少不懂感情 不必完美过 此刻有你心均 真的温暖了 一起说着 走着我的生活 与你交换故事那刻 我看着你等待 也很快乐 有多少人来过 多少人走了 也许真心才会让爱沉默 留下什么爱过 干杯 干杯 来来 林教授 林教授 你好 钱总啊 你好 你好啊 林教授 你好 哪开会啊 是啊 过来跟张院长读一下庆典当天的流程 亲力亲为啊 跟张院长对接当然要亲力亲为 对了 那天听助理说你有女朋友了 我 那大概是那位助理先生误会了吧 我是有个喜欢的人 不过他好像有男朋友 听说还是你们公司的员工呢 说出名字 我马上把它开除 这个 开玩笑的 不过我是真的很欣赏林教授 年轻有为 谢谢 这是 小礼物 我也送了张院长一份 这个是给你的 谢谢 不客气 不客气 我有两个请求 第一 帮我发一条朋友圈 第二 不要告诉任何人是我送的 没问题 我马上就发 感谢这位 神秘的门 不急 晚上发就请 这是我大哥赞助的 主要是为了答谢他 好 那代我 谢谢大钱了 希望通过这次合作 我们能成为朋友 杨雪儿真好看啊 我见过好多明星 她呀 可以说是女性的前三名了 真的是自然美 那个不认识的男的 是杨雪儿男朋友吧 花青矮集团的两个老总作陪 肯定不是党闲之辈 以前没来过 是不是娱乐圈的明星啊 哇 他们四个好像电影画面啊 真漂亮 我发现了 他们有钱人啊颜值就是高 尤其是这种富二代们 嗯 怎么了 去了趟洗手间 把魂走丢了 我觉得不应该来这儿 为什么 好 我觉得你是不是想多了呀 其实吧 偶尔来这种比较高级的餐厅吧 你就当是开开婚 见见世面 仅此而已啊 你千万不要想太多 觉得自己非得跟这里 产生什么关系才行 给你打个比方啊 比如说你去故宫旅游 你就看一看 逛一逛玩一玩就行了 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的嘛 那怎么着 你再喜欢姑姑 你还想让自己留在那儿 我不是因为这里豪华才不开心的 那是因为 什么 因为我快死了 可是这个世界还是一样 就像是这个餐厅 我走了还会有新的客人来 对 这应该就是 战有欲跟卑劣吧 总觉得自己是 唯一的 特别的 可没有什么是不可替代的对吧 好 我答应你 从今往后 我绝对不会带任何一个女孩子来这个地方吃饭 你为什么说这种话 因为 因为这个地方太贵了 要不是因为你生命短暂 我可舍不得给自己花这么多钱 我谢谢你啊 行了 别想这么多了 吃饭 好 其实那天在青海遇见你 我还挺意外的 那个助理先生跟我说 你是去找男朋友的 对啊 我男朋友在那儿工作 我无意打探你的隐私了 不过你看起来好像 有点不开心 没有不开心 只是有点郁闷而已 以前我觉得我是那个人的唯一 现在好像什么都不是 跟他约定生死相随的人不是我 陪他度过漫长岁月的人也不是我 他都没有跟我说过 最可笑的是 但是 我竟然还理解他 即便是心里理解 但 也还是想听他亲口说什么是吧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吗 我会努力把你治好 一定要懂 我相信你 会被挡路的 钱总 刀总 是 助理先生也在啊 林教授 我送你回去吧 好 有劳情 你来送我吧 荣幸之志 你听我跟你解释 外面的 我公司还也是 我回去说 你送我的礼物 不错 不用客气 那个助理 就是金小玉的男朋友吧 是 我上次在十一间见过他了 刀总也介绍我说 他是他的助理 不过他看起来 可比刀总有范多了 后来金小玉还跑过来找他 两个人只是互相看了一眼 我就看出不一样了 知道金小玉有男朋友 你还喜欢他 是啊 没办法 金小玉就是属于那一种 即便是不跟他谈恋爱 也可以叫我的非常舒服的女人 但是跟他认识的久了吧 还是会难免喜欢人 完全是我讨厌的类型 所以呢 你想让我把他从那个助理身边带走 你喜欢他 我不喜欢他 双眼 不过那个助理先生 好像也是你的朋友吧 我没问题 就只是朋友吧 不仅仅是朋友 还是我的救命 一个人生导师 我尊敬的掌声 金小玉配不上他 只能给他带来麻烦 我讨厌麻烦他 不过我看你好像很有爱心的样子 反正他寿命不长 不如你接受吧 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不太认可 不过最后一句 那倒是我的名 我的确是想照顾他的余生 有可能时间不长 但我有信心做好 够爷们 不过前提是得金小玉自己愿意才行 我不希望有任何人勉强的 钱总 金小玉是我喜欢的女孩 你可别欺负她 小白真的是你的助理吗 我说她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 你信吗 刚才在门口那个女孩 是她前女友吗 以前是不是我不知道 但过了今晚就危险了 雪儿 跟错误的人联手 结果也是错误的 听不懂你说什么 你是真听不懂还是假装听不懂 我们设计师这个圈子呢 总会有外人带来一些先入为主的误解 一般都会事先打定一下取向问题 但是我发现 你好像一点也不担心小白的取向 你怎么就这么笃定她喜欢女生呢 直觉 直觉 我看你的直觉姓钱吧 雪儿 我不知道前程跟你说了什么 但是我想告诉你 小白比你想象的要危险 当然了 搞艺术的基本都这样 但是小白是我遇到目前最危险的 你不要想着跟她一见钟情 她原本 跟我们就不属于一个世界 雪儿 你人长得这么漂亮 周围的选择又多 不要在一个人身上浪费时间 也别给自己增加 没必要的麻烦 雪儿晚之前跟我说 你是一个 迷人的渣男 我只是觉得你很渣 刚才突然觉得是有点迷人 魅力嘛 都是需要人衬托的 娘小姐 有没有兴趣 在周年庆 做我的舞伴 算了吧 雪儿太太跟我的老板 是手帕脚 雪儿晚晚跟你的事情 又天下皆知 我如果要是答应你 你说 我会不会在周年庆之前 这条腿就被打断了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雪儿晚晚才是你的软肋吧 前程说得没错 你真的是 深藏不漏啊 小小姐 彼此彼此 五分钟说话 之后我要跟魏林鞋搞定 好 我知道了你要跟杨雪儿去吃饭 其实这是前程社的局 他故意让我看见 那个邀请卡的 我也不知道你们是这么多人 一起吃饭 我以为就你们两个 然后我就知道了 林诺言舞会言卡 我就借用了一下 说完了吗 剩下就是提问环节了 名牌戏中外头 别过总是你师父的 这个型号也不可能是你师兄的 林诺言 我们认识这么久 你都只让我看过睡群 这也是睡群 这是睡群的问题吗 不是 你穿这么好看的裙子 披着别的男人的西装外套 跟他出入在一个 最低消费三千块钱的餐厅里 无论你的行为是什么 都只能被定以为约会 我 是他结账吧 是但是我没有约会的意思 你没有约会的意思还是你没意思 你明知道那是前程设的局 为什么还来 你就是想看看我跟别的女人吃饭 然后给自己搞不痛快 然后又叫上别的男人 让我也不痛快 你为什么要 你别生气了 你看你没了我连吵架都吵不了 我不要说这种废话 我就想问你 你为什么穿得这么漂亮的裙 你为什么要跟雷诺莲出去 不存在这个主题 你忘了我是去跟踪 你跟别的女人约会 你还说我 那是我的工作 今年一人邀约出了问题 威廉姆又是第一年上任 我不可能把这个任务 交给两个年轻人 他们才二十多岁 没有社会经验 你可不可以理解我一点呢 好啊 我看你住院维勒挺开心的 我是很开心 我在那个餐桌上 我感觉自己就像个普通的男人 可以为了你的工作应酬 我也非常感谢你 让我感受到所有男人 都会有的问题 就是女朋友吃醋 可是你什么时候 有这么无聊的嫉妒心了呢 对 我是嫉妒他 我不嫉妒他美貌有钱 我嫉妒他活得比我久 如果我也活得久一点的话 哪怕是五六十岁 我也能陪你长一点 求你了 可不可以不要纠结这个问题 我从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寿命不长 我在一百年之前 就是这么过来的 在你死 在你之后我也会那样 你不会 你会用最恐怖的方式 杀了自己 然后挫骨羊 会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对不对 当奶奶说的话 当奶奶跟你的约定 你就没有告诉过我 小曼菊 我们分手吧 谁又不尽 任何心 能抚别伤海上 谁已在奢求命运 懂一些侧义 乱传了一生 能继绑续终 我们要看过 两口心 共同一生太深 乌龟还好吗 她还挺好的 你还好吗 我和乌龟都很好 老钱 金小鱼真的让你压力这么大吗 我跟你说过我为什么讨厌她 这样你就当为了少爷忍一忍 是了 没忍住 行吧 老钱 夜来应该不会回国了 现在陪在你身边的是少爷跟金小鱼 你为了一个永远不会见面的人 伤害身边的人 你觉得值得吗 你会讨厌我吗 当然不会 就算你把亲爱带光了 我也不会讨厌你 亲爱又不是你的 就算你把我刚写的文章删除了 我也不会讨厌你 兄弟 不光我不会讨厌你 少爷也不会讨厌你 我敢相信 金小鱼也不会讨厌你 其实生病也挺好的 不论你做什么 都没有人怪你 老钱啊 我奉劝你一句啊 就算你这个诡计得逞啊 难受的还是你 我没那么心软 咱们走着瞧 你说夜来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可我觉得他一定会回来 他可千万别回来 他要是回来了 叶伯母该担心了 我死都不会忘记你出师的那天晚上 送你进急救室 叶伯母跪在地上 嚎啕大哭啊 在我印象里 叶伯母是一个特别优雅的女人 她连打喷嚏都是轻轻的 但是那天晚上 她哭得整栋楼都听见了 太吓人了 想到电视剧里说的 妈妈们不是没有尊严 而是有更重要的东西 想要去守护 老钱啊 你终于理解我的心情了 儿子快点好起来 别让爸爸担心 你知道吗 我现在杀人啊 可以解刑 是吗 你看 这儿的玉米比城里的好吃 煮熟了一开锅啊 这满院子里都是玉米的香味 没有化肥 是真正的绿色食品 好了小贝拉 我妈要休息了 明天再打给你啊 让你记着给我记点 记着呢 拜拜 拜拜 这熊孩子 真是人小鬼大 今天晚上吃什么呀 南瓜丸子汤 你看着做吧 我都行 倒是好养活 我可好养活了 不像你 从小就挑食 就为你吃饭这事 我跟你爸爸 炒了无数次的家 差点打迷糊 我爸说得也没错 不想吃就不吃呗 您非勉强我吃呢 不爱吃吧 你以为我愿意勉强你呀 还不是为了你身体好 那时候不像现在好吃的这么多 你小时候 那都是季节性蔬菜 你都不吃 不得饿死啊 要不 下辈子您给我当闺女 也挑食 也脾气打 我都顺着您 那可不行 太腻癌了 就仰歪了 给你当闺女 挑食怕是要挨揍 那等你真有了闺女 你就知道了 挑食忍性 再早恋 真得把你急死了 那说定了 下辈子您来给我当女儿 好 少爷 这是我专门给你准备的 吃这个吧 腌萝卜也挺好吃的 我为什么要吃腌萝卜 我要吃那个 来这个也给你 反正你喜欢一个人吃两份 也是啊 大菜你总吃 小菜反正你也看不上 对吧 我吃饱了 出去等你们 我吃饱了 我也吃饱了 出去等你们 你稍微退一点 我看不都退了吗 你再退对呗 我刚刚都退过了 为什么还要我退 凭什么 我告诉你啊 你们三个老总迟到的话 损失一千万 我迟到可就几百块 谁怕谁啊 是啊 一千万我损失的钱 一百块你损失得起吗 一百块 有钱了不起是吗 有钱没什么了不起 舍得花钱才了不起 就这啊 少爷呢 少爷在哪儿 找不到少爷 你是把眼角膜吃了吗 今天 少爷 我不是想问你肉体在不在 我是问你的灵魂在不在 我的灵魂和肉体 都不想跟你讲话 那太好了 我只能跟你的肉体展开一番昙花 想想就刺激 少爷 我跟你说 失恋哪 讲究一种 熟能生巧 巧能生精 精益求精 你这张嘴啊 真是做工精良 什么东西给我看看吧 你刚取完合同下来了 这啊 反无正在修正 他的经纪人告诉我说 他特别地欣赏你 而且想加深一步合作 我想合作应该都是次要的 我看他想跟你加深一步 他要代言人 品牌制有可以给 代言不行 杨雪儿要的不是制有 他要的不仅仅是制有 要的是誓言 还有私交 这是一句双关语 我学过语文 知道什么叫双关语 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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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仿佛天涯多 我生来注定孤独 明日爱慕本就是幸物入国 你要睡就回去睡 这儿等会儿还要开会呢 我实在是走不动 我在你这儿休息一会儿啊 看来是受打击了 少爷跟金小鱼吵架了 而且这一次特别严重 可是少爷这次没有自杀呀 他们俩的事情我们怎么可能知道呢 铁树开花六十年一次 少爷的恋情比铁树开花还珍贵呢 你不知道啊 人工培植的话 铁树十到二十年开一次化 花期六到八个月 我没跟你聊原意 我再跟你聊这件事情 聊少爷和金小鱼 你聊得明白吗 我不管 这次呢 我想帮帮少爷 而且我的小说完全没素材 卡住了 你知道为什么夫人活这么大岁数 还身体健康吗 为什么呀 因为她很少管闲事 错 我奶奶身体健康是因为她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谈恋爱 恋爱中的事情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你虽然操盘了这次吵架 但真正的原因绝不是因为你 所有的破坏者 都会在原有的缝隙里进行开凿 不过也是 这也算是个好事 让他们认清这件事情原本的问题 钱总 小钱总回来了 哥你回来了 妈妈说她今天亲自下厨 你要不要去厨房观摩一下 你怎么回来了 这是我家 我回来看爸妈跟哥哥 这还用问为什么 热白鸡王子生息了 金小鱼跟少爷可能要分手了 看你这个表情啊 晚上给你开一瓶香槟 你害得少爷分手被赶回来了 我是自己回来的 他正在失恋 没心情理我 我觉得应该给他一点时间 消化一下情绪 你说呢 你要不是我弟 我就揍你了 人家小姑娘得了绝症 寿命不到一年 好不容易谈了一个男朋友 被你给绞合了 你要不要这样 话不能这么说 金小鱼就不该出现在少爷的世界里 虽然她活得短 但她杀伤力大 她身边也有一个不错的男人 你记得跟张院长来开会的林教授吗 她喜欢金小鱼 我觉得金小鱼跟她很般配 也没那么多麻烦 哥 你平时不是看不上少爷吗 怎么这次站她那边 我的好弟弟 多久没谈恋爱了 我告诉你个大事啊 吵架呢 有的时候会分手 有的时候 促进感情 不可能 他俩已经水火不容了 午夜 午夜之后 小鱼 干嘛 你不打算跟少爷和好了 咱们就跟你说什么了吗 她倒没跟我说什么 但是我慧眼如炬 早已看穿了一切 你是不是闲得慌 你是不是把整个盘口都放我身家上了 我是因为小说卡文了 你跟少爷和好的话 千万要告诉我 给我写作带点灵感 这么跟你说吧 好马不吃回头草 我们俩改成破裂了 再见 少爷 你来的正是时候 擦肩而过的缘分啊 少爷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 感情破裂了 此时也得手拉手 听我一句劝啊 男女之间亲亲抱抱 可以解决所有的矛盾 如果解决不了 就再来一顿小烧烤 身体接触 是恋爱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是法宝 是戾气 身体接触 对 任何身体接触 任何身体接触 你真打算这样 都分手了还要怎么样 不来就来不来就走 嘉芹 拒绝 有一句话叫分手见人品 你 我分手了 我还要跟前人牵手 是不是有点太炸了 还有五分钟 要不然随你 四分五十八秒 四分五十七秒 四分五十六秒 四分 学稀罕 你这脚怎么这么小啊 就是小 有一件吗 你管得着吗 我只是好奇啊 你怎么不一开始跟人家谈恋爱 怕会坏正常人 恋爱要跟喜欢的人谈 所以爱消失了吗 遇到欺骗另一半的时候 爱是会消失的 我 小白俊我们俩玩个游戏吧 谁先说话谁是狗 三二一开始 请进 王全德跟我说你这会儿没工作 我在做练习 进来吧 你手法不错 外科大夫的水准 我们的缝合要求是高于外科 因为活人能生长 而死人却不能 我问你问题 你会不会怕 不怕啊 你是无神论者吗 恰恰相反 我相信死后会有另外一个世界 也相信灵魂 这不是迷信啊 我师父跟我说过 金小鲜事 是 你现在所做的 是最大的善事 你想着这个人 他就在你面前 看着你 陪着你 你所做之事都是为了他好 只要你不耍滑 不偷懒 问心无愧 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明白了吗 明白 师父 所以你今天是真的专程来给我送温暖的 当然不是 请你吃火锅 去吧 你说吧 有什么事问我 你能猜到我想问什么 不如 你来告诉我 我有男朋友最近吵架了 你不用这么客气 雷诺言 其实我想跟你说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小鱼 说实话 我挺希望看到你们两个吵架的 为了我吵架 我也希望 看到你跟他生气 离开他 跟我在一起 但我更希望看到的 是你真心的快乐和幸福 就算最后没有跟我在一起 也没有关系 这么说你可能会笑啊 其实 一直以来我都是有一点 自恃清高的人 我觉得自己各个方面的条件 都还不算差 但是 那天看到你那么难过的时候 突然觉得自己好像 没有那么重要 我想这个可能就是 爱情吧 你刚说的那些 是不是提前打的草稿啊 对啊 我有一个英国文学的学 厉害 佩服 我觉得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面对感情本来就应该累落一些 我喜欢你是我的事 你有没有男朋友 是你的事 只要都还没有结婚 大家都可以公平竞争了吧 当然了 如果你要是觉得 我喜欢你这件事情 会给你带来困扰的话 你也可以从今天开始 就跟我绝交 不行 吃我过的时候怎么能绝交 你看玩笑呢 我就知道了 我就知道了 但是 今天我们既然聊到这个问题 以后我就不会再跟你说 感情上的问题了 朋友就要有朋友的借鲜 你这么说的话 我可是会更心动 我走了啊 跟你开玩笑的 还急了 坐下 好 那就听你的 朋友之间要有界限 以后咱们两个还是 多聊有关 工作专业上的事 走吧 行 准救 少爷 其实跟踪前女友这种事 在我们这个时代 是有点掉价 在我们那个时代 也很掉价 那你还 我身价高 掉一点没问题 对了 差点忘了 你不是让我给你种那个花吗 给你种出来 看 你真是 我发芽了 他们在干嘛 把这杯给我打开 少爷 为了一个女人人设崩塌 是不明智的行为 你心脏又疼了 那我就想看看了 你什么时候能让它 长出花来 令诺言我的手机 小程 你是旁观者 比我们更能看清问题 但我和小雨 我俩都不是普通人 那两个不普通的人 在一起真的 太简单了 你可以像宁教授和小雨 她和小雨聊得彼此都疼 没有代工 并且她又很喜欢 小雨的长相和性格 包括她的工作和专业 她都很欣赏 他们俩还都是志愿者 可是新小雨 喜欢的是你啊 我在这个世上 这么多年了 看清了男女的悲欢离合 比谁都懂得爱情的无奈 很多人活了一辈子 根本都不懂得爱情的意义 就像小雨说的 她很年轻 对我只是喜欢 和你一样 但是你们年轻人 你们年轻人就是 就是会被 与众不同的东西所吸引 但那根本就不是爱 那根本就不懂得爱情的 我不是不同的东西 我不是三是 你愿意不上 那根本就不懂得爱情的 你照动室 但是你还没有想要 オー锡 我不是爱情的 一瞬间 场景仿佛是很久以前 你的一扇风吹起 定了成画面 似曾相识 忍不住你 细致容颜 你让少年 我长发未见 谁分辨 梦是执念 或者是谎言 过境前分不破灭 就实现 此生分别 若有朝一日 相见 却不知 今天是何年 怪我天生 太明亮 早起不忘 不让你抗撞 若你故意隐瞒 我何必试图 不对错的大浪 最让人为难 回忆天地 在潇洒 脑海的漩涡 只留下几时感 我已走的环境 我已走的环境 你绝不追掉 只怕前路茫茫 不够远 快走啊 快走啊 我已走的环境 我已走的环境